我们柬埔寨这个项目应该说在11号拿到了我们省商务中的批文 那么我们也会在2月1号以前在本月拿到柬埔寨的批文 就开始正式的动工 整个项目的投资19个亿能力币左右 项目达成的话我们能够新增90万套的全钢和500万套的半钢 预计的监视周期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来确保我们整个人胎的机条下线 预估我们这个项目能够新增销售20个亿以上能力币 因为这两年的通用在加速国际化 打几个例子像美国像巴西在加速国际化学 那么整个RCEP的成员国的话就是按照协定 大家能够遵守这个关税的继续 能够更有力地扩大我们的市场的份额 对于巴西也好美国也好 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大的市场的蛋糕能够把它做到 同时也能够加快我们通用整个国际化的进程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柬埔寨能够再去采用柬埔寨的橡胶 那么我们整个海银费这一块的成本就不需要了 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柬埔寨比较有竞争力的橡胶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产品的竞争力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 因为柬埔寨大量的原材料就需要通过其他国家 像中国啊像韩国啊日本啊泰国啊进口 其实整个在RCEP这个大范围之内 或者是进出口会随着协定的生效更加的变化 对于我们整个节目的项目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利